欢迎来到 实在实在网络教育学院线上直播的课程 我们这个主题是 《一代宗师老子的探索》的第十二集 也是第五章的问题解答 课代表灿灿将大家的提问汇集起来 我来逐一地回答 但是很粗浅 要请大家多多地原谅 请问老师 不仁应该怎么理解 一说是不仁义 一说是麻木不仁 不关心 哪种解释更可取呢 本章所说的圣人形象 圣人正好是智慧的形象 是告诉你智慧来行人 所以儒家里面说 智人用三达德 这三个要互相关待 不能抽掉一个的 所以有时候用智慧来经营 入室的时候看起来不仁 其实反而是用高度的智慧在行人 通过人心的展现 在领导的风范上 特别以无为来表达对人们的厚爱 那这使我们想起那个史书上面 在瑶地上面上次也说过 那个吉壤歌 所以吉壤歌的歌词 我再重复一下说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早景而饮 耕田而死 地律与我何有哉 帝王看似没有在管人民 任人民去发展 所以老百姓也感受不了帝王存在的重要 这是天地不仁 好像你都没有在关心它 其实它是在创造一个非常好的系统 那个善 良善的一个系统的循环 让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幸福破表 所以此处的不仁 或许更接近您提到那个注解 说麻布 不仁 不关心 看起来好像是这样的 那如果解释成顺其自然 或者更好 请问老师 为什么要把万物比成雏狗 老子这样比喻的用意是什么 佛讲众生平等 绝有情 带着悲悯和慈悲之心 但是在老子这里体会不到 为什么呢 庄子的天运编所说那个雏狗 就是用草结扎的贡品 来作为求语之用 把万物比喻成雏狗 这是让万物自生自灭 老子用雏狗的比喻 来提醒国家的领导人 用这个角度 什么角度 不要去干预老百姓的成长 让人们去自由地发展 就像孔子在教导弟子 也是循着弟子们的个性去发展 各自成就他的大道 所谓入道有多门 就各种门都可以入的道 入道不是只有一个门 不是把大家都剃成平头 虽然归原无二路 就所入的道都一样 但是方便有多门 各个门不同 那总能与这不同的方式入进去 都能够跟根本的大道相结合 看似麻布不忍 任由老百姓自生自灭 反而是真正平等地去尊重 每个个体的发展 让他们去追求各种趋吉避凶 离苦得乐的方便 只是不要离开正道 可以提供给他们终身的学习 这才是对友情真正的悲悯 那违背他们追求离苦得乐的本性 每一个人都想离苦得乐 你违背了这种本性 他想用这种方式离苦得乐 你违背他 你刻意地来教化 你反而让老百姓疏远你 这不是真正的仁爱跟慈悲 请问老师 老子说圣人不仁 是要站到儒家的对立面上吗 孔子说人是权德 老子怎么说圣人不仁呢 老子说的圣人不仁 反而是在表现圣人的人 有时候要用不仁来表现仁 这叫做反经合义 我举例来说 训练部队平时严格看起来像不仁 其实就是避免他在战场上送死 论语子录篇说以不叫名战是为弃之 平常不训练他战场上去作战 你简直就是在抛弃他 坐见他 又如孔子在魏国 我上一集也简单的大概提个大概 他在魏国不管那个魏国国军 宽溃宽则之乱 任由魏国的内乱 那是因为魏灵工留下来的祸患 是属于人论的范围 是没有办法去处理的 圣人也无可奈何的 看起来像是不仁 其实那个不介入 任由他的发展才是真正的人 反而你不入的时候 还好解决 你入进去的时候 反而更是过患 所以就像许如然说 五等不出山 天下还太平 卷起袖子来干 天下大乱 处理的智慧 那不是容易的 那这个有时候不处理 反而是一种大智慧 一般人没有办法体会 有时候连子路都没有办法了解的 所以子路才会不得其死然 就死于那个恐亏之乱 请问老师 大道面前众生平等 道的规律是自然法则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依道而行上 众生是平等的 这样的理解可取吗 这一题应该可以这样说 但道的强调就是众生平等 可是这里的平等是说 每一个众生想要离苦得乐的心态 是一样的 来这里所平等 那大家都一样 什么一样呢 苦最好连一粒为成都没有 乐是越多越好 但是这要依诡则才能办得到的 离苦得乐需要用诡则方法去达到 道就是这种诡则这种方便 所以修学道是指说 寻着这样的诡则 请问老师 驼月的意象应该怎么更好的理解 驼月这个风向 是像炼铁的时候 把风送入火炉的设备 要不断的来回操作 才能把风送入锅炉 熊熊的大火 这个被你创造出来 你才能够炼铁铸铁 天地之间就像这样 要不断的造作才有各类的表征 才有各类的作用 各类的现象发生 举个例子吧 《论语为止篇》说 藏人跟子录说 农夫是四体不勤 五骨不分 意思是说 农夫也得要四体勤劳的造作 五骨分子 比如说春天 这个什么季节种什么 什么季节种什么 或是什么样的土地种什么 什么样的土地种什么 那才能够有收成 才能够供全家的温饱 像《孝经》里面的数人篇 就讲到 要不断的造作 世人也要造作 大夫也要造作 君王也要造作 天子也要造作 即使是系统的运转 也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 做好自己的工作 整体系统运转 才能规律的发展 否则螺丝掉满地 螺丝松散 机器故障 会发生很大的灾害 小之一个团队 中之一个企业 大之一个国家 莫不截然 所以吉凶霍夫 也是要越造作越有 一经坤挂的文言 所谓 积善之家必有余气 你看那个积就是造作 反之积不善之家必有一样 也是造作 不断的造作 不断的造作恶业 道理也是一样 造作三业跟造作恶业 带来的余气跟余秧的道理都一样 不断的造作恶有吉 恶有大吉 不断的造作恶有凶 恶有大凶 请问老师 如果说天地不仁 没有意志与感情 自然得存在 那么圣人不仁 也要像天地一样的存在 才应该被称为圣人吗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出口 这是圣人眼中观察到的境界 要像天地一样放任万物的神灭 所以作为百姓的领导 要放任人们的成长 顺性而为 这就是帮助白宫的成长 那不要刻意地去压抑干涉打压 那才是最好的管理 而正是这样的无为 反而能够产生很多有为的创意 发明以及想象不到的发展 请问老师 屈应该怎么理解 理解为绝 匮乏穷尽 不屈是指绵绵不绝 源源不断 这样理解可取吗 或者有其他更好的解释呢 虚而不屈的 不屈就如同您解释的 不绝不匮乏不穷尽 绵绵不绝源源不断 那是借着古风香的比喻 告诉我们万象体性空的 那个虚 就是叫那个 反而是不会穷尽的理由 没有什么不变的体性 没有这个不变的体性 体性就是不变异 没有这种体性 各种的改变都有可能 只要通过造作 什么样的可能都会发生 所谓动而月初 就是通过不断的造作 所以能生生不息 请问老师 这一章讲虚而不屈 是体现有无之间的关系吗 虚而不屈的 当然虚是讲体空 而是缘期的提性 缘期是这种提性 就是说什么样的条件 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简单的说 条件是靠体空 才有无限组合的可能性 缘期的条件相续不断的不屈 就是不断的有 那一个是讲到本体的这个虚 一个是讲到现象或呈现的作用 那如此的搭配 在一个现象一个作用上 如此的搭配 就很好地理解 一个现象一个作用当中 同时讲虚 同时讲不屈 请问老师 多言树穷 不如手中 可以用画少 不如画好 理解吗 大道至简 是否是说 为政者应该要无为而至 去除施政凡科的政令 或是指 不要总是招令戏改呢 多言树穷 不如手中 也可以如你说的 画少 不如画好 但这里特别指 为政者 如果有很多的指示 很多的干涉 很多的外行 领导 内行 很多的阻碍 很多的这些政策里面 阻碍了进步 或是把人放到不对的位置 让人不知道该怎么 什么事好 该怎么配合 什么才是你好的命令 什么才是你好的对策 因此打破了 好不容易培养的默契与合作 这样的干涉 反而会一次一次的 使国家跟人民走上穷途 大道自检 也是从唯有唯到唯无唯 自检不是简单粗暴 所以《人语庸野篇》里面有讲 中共说 拘禁而行检 以灵其名 不亦可乎 这就大道自检的样子 就做了很多的规划 很多的思维抉择 慢慢的简化 而不是拘检而行检 就是草率 简单粗暴 太简了 所以这里也包括你说的 要去除凡科的政令 招令 细改等饶民的政策 都是经过棺材以后拘禁而行检出来的 请问老师 手中的这个中 是否可以和中庸的中到同的理解 有理解为中 解释为虚空虚境 这样的理解可取吗 手中的中 是不偏空不偏有的中 你看我们走路的中间 不偏马路的左边 不偏马路的左边叫做中 所以不偏空不偏有 不偏空不偏有是在一个现象 一个作用上讲 不偏空是因为它是有现象有作用 不偏有是它没有提醒的 没有那个不变的提醒的 叫做不偏有 所以正彰显万法是没有提醒的 没有自存在性的 所以也不是只讲虚空虚境的这一分 还要包括有造作有详细的这一分 以上的问题的解答就到这里 我们来说 心云流水的思维 一代宗师老子的探索第十二集 是学习老子八十一章第五章的问题解答 透过跟灿灿的问答 我们可以厘清本章什么天地不仁 圣人不仁与传统儒家的学习 这个跳脱的太厉害 让人难以接受这么挥视 那由驼越风香的异象 到底是什么样 用这样的比喻该有多好 虚而不虚到底要怎么体现 那个有跟无 大道字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那常说中道的中 到底要怎么去体会它 学完老子的八十一章就可以知道 辱道两家的差异性如何 但他们的基本价值到底不一样 这都大家学以后就会会心一笑 那这两家成为中华文化的本质 它的强项到底在哪里 真的可以走入时代吗 以此为中心思想 对时代真的可以豁然开朗吗 那下一集我们将进入第六章 再进一步谈 老子的用中的妙用不尽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一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